大家好,我叫赫恩兴,我今年16岁了,上中学四年级。 我是马来西亚人,现在在印尼雅加达莱佛寺基督学校上学。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习中文,我喜欢上中文课,我觉得中文非常有趣。 我喜欢唱中文儿歌,也喜欢听老师讲中文故事。 我的中文老师也给我阅读很多中文书,因此我的中文进步得很快。 在我五岁的时候,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,我们全家人搬到了上海。 我和妹妹也不得不在上海上学。 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,在上海学习的六年,让我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。 我非常享受在上海的生活。 在新学校里,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好朋友,和很多孜孜不倦的老师。 我跟我的好朋友们,形影不离,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。 学校也常常组织上海十地旅游,让我各家了解上海及中国文化。 尝试了很多中国美食,也让我更爱上海。 我最喜欢上海的小笼包和生煎包。 上海是中国大陆的经济、金融、贸易和行业中心。 上海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,中国之最。 为此,我为自己能在上海留学深感骄傲。 2017年,读完小学六年级后,我离开了上海,搬来印尼的雅加达。 离开中国时,我感到非常伤心和难过,因为我舍不得我的同学、朋友和老师们。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学习中文了,但没想到来到印尼还可以继续学习中文,让我感到很开心。 感谢所有中文老师的付出。 在中国学习生活的这几年让我很难忘,也让我受益匪浅。 这几年留学的生活让我的中文得到了突出猛进的提高,也让我未来有了更多可能。 中文成就美好的未来,谢谢。